近几年来,明星们利用自己的名气,搞副业开饮食店的有很多,比如薛之谦的上上谦,陈鹤的闲装,郑爽的炸鸡店等。 最近,有网友就曝光了当红小花赵丽颖和杨子,合拍的烤鱼店乐于,这家烤鱼店其实开了很久了,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曝光呢? 这跟杨子赵丽颖两个人低调的性格有关,赵丽颖就表示称,开这家店不是为了赚大钱,主要是为了服务大众,让大众能够吃到好吃的烤鱼,自己有时候拍完戏了也可以到自己的小店吃饭。 在杨子赵丽颖的烤鱼店乐于暴风后,许多小伙伴们纷纷慕名前往试吃体验,一进店门,就能看到一面复古的砖墙,上面挂满了游泳圈,海盗船,船舵等海洋元素。 中间两个卡通字店名乐鱼也是显得十分可爱,再往里走,会发现整家店都是复古的砖墙风格。 多面墙上画有可爱的卡通猫,卡通鱼,据说,这些卡通画都出出自于我们的灵魂画师银宝之手罗,卡通的风格配上粉红色的灯光,一股少女气息扑面而来,想必能够吸引一大多的少女前来进食方。 不过要说最让人惊喜的,还属乐于烤鱼店的消费水平了,两派方面比如木耳,基本都是八元,主食方面,猪猪烤鱼, 也只要八十八元,这和市面上的烤鱼店来说基本相当,甚至还更便宜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个消费水平比起同样是明星餐馆的其他店来说,可以说是非常清明,非常接地气了。 不关明星餐馆,依靠明星效益,价格高点没关系,但是质量,水平跟不上就不行了。 杨子赵丽颖虽然不懂经营,但他们至少知道不能因为名气大就漫天要价,光是这一点,就已经胜过很多明星了。